我鼓勵你現在學了婚姻輔導、婚姻關係 男的經驗都是有開心的就不會說出來 但事實上你做工是有開心、有成就的 很明顯的 比如說那些同事很努力一起去做 做出來的果效很好 我們說一次做好 在你會不會有些開心的時刻 做完了 那些人很合作 你那幾個可能會一起 不知道你們會一起慶祝 吃飯的時候很開心 做得很好 其實我很深信太太會很喜歡 這就是男女的分別 男女是不需要說的 覺得我下班就回來處理家裡的事 但她會很喜歡聽到你在做工那些開心的事 甚至有時候有困難的 有很多男性覺得她不會想聽 聽完就更煩 而且她有些女性是這樣的 但她可以引導她的 即是引導她 不用為我煩的 我只是分享給你聽 為我一起去面對 如果每個太太都成熟 她就會一起面對 我問過很多個太太 我說你丈夫面對工作的困難 你想給她告訴她 那些太太都說想的 她想告訴她 然後開心想告訴她 是絕對想的 因為她會聽完 哇 你有成就 原來你是做工那些人 可能她也不知道 可能她不知道 可能她不知道你那個理念 因為你說 我們大家好像朋友這樣 才合作得好 可能她也沒有這個想法 即是不知道 但當你分享給她 原來你是這樣的 她就會很知道你的人生是怎樣 她就會和你更加同步 那或者你回來 我們聖靈欣高聚會 你又會不會告訴她 你的經歷和幫助 未未未說 她會不會對聖靈開放呢 我沒有探討她的問題 我沒有探討她的問題 但也會跟她說過聖靈的事情 OK 好 那這件事也是一樣 在你生命 如果覺得是寶貴的東西 但分享的時候 如果她未接受 那又是怎樣不給她壓力 但又讓她知道這件事 以至有一天 你和她一起走聖靈的路 因為 其實在你做工 和將來有一天退休 的時候 你都會有機會服侍 YES 如果你看 和你同步 和你服侍 這樣 你兩個更加得力 和婚姻更加 進入一種高度的聯繫 二人成為一體 這就是我鼓勵所有結婚的人 都向著 很渴望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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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始終到退休之後 都要重新做一些事 未退休後 未退休後更加可以 更加可以 但這個開始 就是由你現在開始 告訴大家 你做工的那些開心事 YES 這件事 你會想到什麼後果 當你和她分享 你上班那些開心 你和別人合作那些開心 你估計帶來什麼後果 應該都… 因為她覺得奇怪會跟她說 會覺得奇怪會跟她說 她覺得奇怪會跟她說 她很開心的 你跟她分享 她會覺得奇怪 可能你這麼多年都沒有說過 她問過 我說不要 不要把公司的東西帶回家 公司的東西帶回家 但我說我做事是沒問題的 OK 不用停不停 其實呢 不要把公司帶回家 是有她的道理的 即是我們要分析什麼 不要帶回家 什麼不要帶回家 什麼不要帶回家 對 你在公司被人罵 然後你回來發火 這個不要帶回家 最好是公司做的工作 你就不用帶回家 但有時候都不行 其實我和太太都 都是晚上她要改補 我就預備很多東西 不過我們兩個在旁邊做 我們都有交流 我又問她的意見 也有時候我們又拖下手 即是在做的過程的時候 總之我們是不斷有interaction 我看到一個picture就是 當你把你的事告訴她 可能她第一步是 有些我會覺得是驚奇 而不是奇怪 你開始說 原來你是這樣的 原來你在做公司這樣 我絕對 我見過這麼多個太太 每個都告訴我 她的丈夫說她的事 她是很開心的 我想每一個女性 如果你結婚了 你肯定都會想你的丈夫 告訴你她面對的事 當然就不像回來說 我今天呢 將每一個細節 我做這些工作 我要怎樣駁一些鐵 我叫那些人怎樣做什麼 這個做什麼 我要做這個文件 這個文件是什麼 她聽起來就覺得很悶 這麼多細節 我都這樣聽 我夠 但她想聽的是你的感覺 開心不開心 你和太太就更加合入 將來你會進入一個侍奉 她會和你一起